是我直言啊 我只说感觉啊 他真的不爱你 其实我觉得他爱那个学长 因为只有在意一个人 想讨好一个人的时候 才会刻意去准备 对吧 恋爱就是这样啊 为了跟他吃顿饭 我要准备很多 那就是为了在他的面前 展示我的好 没有 不爱学长 行 那无所谓了 那你就翻回头来问 不爱一个人 又不在乎他 凭什么要那么去做 好奇怪啊 你是爱他的 他健身的事 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你压根都不爱学长 但是学长喜欢足球 你想方设法地 要恶补足球知识 以便让学长看着你不傻 所以我得出结论 你爱学长吗 不是 我觉得 他是自己人 他是我男朋友 别觉得了 没有人是这么对自己人 你要不爱 你只享受 早点离开 你要爱 请你认真 请你专注 一起进入真情和生 我知道是我不对 其实吧 我不应该 把不好的一面展示给 我就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 你能够意识到 之前自己这么做是 确实都有点过分了 而不是你说所谓的爱 我就想让你明白这一点 其实你如果明白这个道理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我觉得来一个节目 我就迟了 那至于他们说的 你爱不爱我 其实我现在 我已经有自己的看法了 但我还是想说 虽然四个月对很多人来说 可能不是很久 但我觉得 我们四个月已经 足够长了 我觉得 我想好好珍惜他 希望你珍惜他 你为什么不给人家说话呢 这孩子 应该让他多说说嘛 终于难受了 难受一下好 这爱情里面全是甜的 那是行啊 得有点酸 得有点苦 得有点辣 谢谢完美请回吧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看看这对情侣 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我还有三个问题要问你 你爱他还是爱学长 爱他 爱他 你爱他还是爱前男友 他 爱他 怎么说他那么犹豫呢 前男友能删了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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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其他没什么问题 好好谈谈恋爱吧 好好地学习 怎么去了解别人 怎么去建立亲尼关系 怎么去健全自己的人格 好吗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 见证属于这对情侣的浪漫